觀眾朋友玩您好 歡迎收看1900重點直播 我是新話為您新聞話重點 今天頭條訊息我們帶您關注我們都知道 警方在執法的第一線要維護治安 可是碰到不講理的民眾 有時如何拿捏分寸跟尺寸不惹上官司 就考驗他們的智慧了 在台北市原名袁警在處理 司機跟罪悍的衝突當中 由於這個罪悍不斷的咆哮想要攻擊司機 警方勸告無效之後將他過肩摔牙制 而事後這一名罪悍把已過失傷害罪嫌 把員警告上了法院 而法官最後認定他處理的方式妥當 一審是不起訴的 中區KTV門口一群人鬧轟轟 警車已經開到路邊要白衣男上車 卻和警方發聲推擠 一路鬧到斑馬線上 眼看他人不聽勸 這是一名理性員警 用手環抱住他撂倒在地 好幾名警力上前包圍 這央人帶回派出所 當時這名男子交換員警朋友 在這裡要等計全車 沒想到卻和駕駛爆發衝突 警方剛好就在這邊執行巡邏勤勿 因此將他上後逮捕 但他事後卻提告員警或是傷害 原來照押制的這名紅性男子 指控警方制止管束時 對他過肩摔因此提告 開庭時理性員警強調 當時對方酒醉辱罵警察相當激動 是抱住他往後倒要管束 強調沒有過肩摔及攻擊 法官認為紅性男子的確有傷害人的危險 難以認定違反比例原則 一切符合族缺違法釋由 判離性員警無罪 全案還可以上訴 不過面對類似情況 警察該怎麼做 講到被提告第一線執行警察 滿是無奈 想要保障民眾安全 還得擔心被提告的風險 遇到了也只能面對 這回原警禍判無罪 但仍然難保類似情況 不會再發生 他們也想問 執法界限在哪裡 TVBS網站 入宿派與台北採訪報導 高雄三民區這名男子 是不是仗著新法規帝王條款 正在路中央不願意走呢 旁邊路過的行人跟駕駛以及騎士 可是捏了把冷汗趕緊閃避 不過這樣蓄意影響到交通安全的行為 其實已經觸犯了 刑法的公共安全跟強制罪了 執行綠燈了 但是11名男子硬是走了出來 跟汽機車爭道 不但慢慢走還雙手插口袋 甚至直接在馬路中間停下來 在馬路上玩命的男子就是他 被原警帶回拍出所時 他還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真的以為自己是行人 有帝王條款金鐘照護體 而路口監視器也拍下 男子直接大啦啦的站在路口 而當時還有公車洽好要經過 也被他攔了下來 誇張事件發生在高雄三明區 26歲的無姓男子 18號下午3點多 行進任何一街跟自由路口時 不但闖了紅燈 還擋住人車通行 這下大條了 處犯刑法第185條第一項 這是妨礙公眾往來安全罪 以及刑法第304條強制罪 行人過馬路真的要小心 在台南北區勝利路附近 時報下午4點多 則是有人在過馬路時 疑似沒注意車況 而當時執行的騎士也沒注意 結果閃避不及撞成一團 但還好人沒有大礙 而同樣被質疑有帝王條款的 還有廟會鎮同被民眾募集 當下廟會人員沒有按照 號制闖紅燈 不過這回鎮同可沒違法 違法的是他們 現場為遶境人員 位急於燈號變換前 完全通過路口 由交感人員管制車輛 協助遶境隊伍通過路口 令影像中有騎乘機車 未戴安全帽者 以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予以開單舉發 原來室友事先申請入權 當下也有實施交感 但現場好幾名沒戴安全帽的騎士 和乘客貪圖方便 就是跟荷包過不去 光是當天沒戴安全帽 就取締了15件 累計了7500元罰還 即便新聞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還有常常聽到廣告詞說 你累了嗎 台北市這名駕駛 真的累到 把邱婷在路中央呼呼大睡 而且駕駛座的男子 還是一名現役的軍人 旁邊的女子呢 也趴在她的腿上 睡得不省人事 警方上前呼喚她的時候 這駕駛睡得太熟了 踩著煞車的腳還鬆了 車子開始向前滑行 這可讓玻璃師大人傷腦筋 到底要先救人 還先救車呢 一看見 教授停在路中央動也不動 就怕駕駛身體出了狀況 遠景立刻前往 但才剛靠近 就聞到濃濃酒味 前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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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惠義男還在謊神 旁邊女子也不慎酒力 直接躺在她的腳上 當下急忙用手拍了拍對方 確實一點反應都沒有 綠燈後好幾輛車起步 只有這一輛轎車停在原地 惠義男的腳卻在這時 鬆開剎車 掩開轎車慢慢的往前滑行 對方也醉得無法動作 遠景只能自己操控風向盤 緩緩把車移到路邊 事發現場在台北市全德路六段 是通往士林跟北投的重要道路 一共有四個車道 就算不是上下班時間 車流量也不少 證明價值現在台北市的大同居 跟朋友一起唱歌喝酒 一路到天亮 此後又再整六回家 不過行進北投區 在這個路口等紅燈時睡著了 酒測值高達0.84 但根據國防部的規定要嚴懲酒駕 酒精濃度0.25以上 酒駕泰廚照實撤職 事後他也被依公共危險罪 起訴偵辦 明明是軍人 卻不能以身作則 休假期間喝酒喝到忘了自己身份 甚至還再沒回家 幸好沒有發生車禍 一旦波及到了無辜民眾 可不是僅僅泰廚就能算了 TV生黃先生 王先生 台北報導 好 確實喔 泰廚過後 不僅自己丟了工作後續的公共危險罪 恐怕也會讓他付出相應的代價 所以提醒大家 酒後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看到 是台中大甲日前發生的嚴重車禍 這是直播主肥大叔的直播團隊 他們員工旅遊 就碰上了小貨車逆向行駛 不過車禍發生當下 肥大叔還開直播 質疑照示的小貨車駕駛 渾身是酒氣 不過現在警方已經釐清了 這名駕駛九廁指示林 遊覽車開在路中 突然發現一台小貨車 跨越雙黃線 逆向行駛 而且是迎面而來 駕駛緊急按喇叭 試圖閃避 兩車撞擊後 尖叫聲四起 這一撞讓小貨車 翻腹車上駕駛 當場 slut 車上駕駛 下方隊跟警方獲報 趕到現場救援 小貨車駕駛當下 沒了生命跡象 另一邊遊覽車駕駛 以及女導遊也受重傷 當時車上還有另外5名傷者 遇上車禍發生在海中大甲 18號晚間7點多 遊覽車上載的是網紅 肥大叔直播團隊 車上有22名乘客 當時肥大叔團隊是員工旅遊 回程途中遇到小貨車逆向開 撞擊之後小貨車翻車 兩台車都有嚴重車損 車窗碎裂 駕駛座潰縮 把整條路都塞住了 下來的時候就是全身 全部的車都是酒味 保力檔酒味 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他也沒有生命了 車禍發生第一時間 肥大叔在受訪時 質疑對方酒後開車 他說聞到濃濃酒味 而當時小貨車駕駛命為 警方等人送醫後 抽血驗酒測值 經本院的檢測無酒精反應 是可以這樣子說 因為沒有酒精的現象 警方說兩車駕駛都沒有酒駕 透過行車記錄器 確認是小貨車逆向開車 成為肇事主因 整起車禍總共是一死七傷 TVBS新聞 廖文漢 陳鎔藝 賴崇隆 徐宥祥 SNG小組 台中廠報導 好這名網紅唯大叔 是他自稱的 我們沒有對他不禮貌 但同時大家可以發現 他在粉絲專業上面 非常的有影響力 有百萬的追蹤者 常常分享台灣在地的美食 有的時候也會直播帶貨 買鍋子 不過這回有很多網友 就抨起他 第一時間按照自己主觀的想法 質疑肇事的駕駛是酒駕 沒有基於這個酒冊的事實 做出評論 有人就批評他 是不是胡亂造謠 網紅肥大叔是美食直播主 專門介紹主料理 三天前他在臉書粉專PO文 說帶員工去旅遊 一行人還在遊覽車前 開心合照 沒想到苗栗吃完飯要回台中 碰到嚴重車禍 事故中57歲無姓駕駛受重傷 遊覽車駕駛以及女導遊 因為被夾住受困 左腿骨折 另外車上還有小孩子受傷送醫 嚴重車禍事發後 又因為肥大叔質疑對方酒駕 網路上不少人踏罰貨車駕駛 台中警方調查後說 沒有人酒駕 已經排除雙方有酒後駕車的情勢 警方說法打臉肥大叔 網路風向又變了 網友跑到肥大叔貼文留言 質疑他是用肉眼酒測 19號一早 實際來到肥大叔公司 門沒有開 電話也不接 沒有人針對質疑酒駕這個說法進一步解釋 至於肇事小貨車目前在警局 而車上有蛛絲馬跡 小貨車載著裝飲料的冰桶 裡面有啤酒跟藥酒 疑似就是因為車禍撞破酒瓶 整台車才會散發濃濃酒味 網紅肥大叔在YouTube有30萬訂閱 經營友誠養出一票粉絲 車禍後有網友質疑 他先開直播 而不是先去協助救援 疑似試圖帶風向 未審先判 對此他截稿前沒有再回應 警方跟醫院則是強調 整體車禍沒有人酒駕 而另外一個以靈異 然後探訪廢墟的網紅晚安小姬 跟他的同伴這回在柬埔寨出事了 主要原因他們自導自演 說自己被囚禁還被剃掉的頭髮 逃命之旅的直播性的流量 不過柬埔寨也動起來 來清查他們根本就是自己造假的 現在法院已經判處他們兩年的徒刑 但也有人傳出 由於網安小姬的母親有重病 希望能夠讓當地的司法 網開一面 但今天我們的總理也出面表示 媽媽生病就應該好好待在台灣陪伴 跑來柬埔寨造謠不值得同情 先前直播網紅 網安小姬與阿鬧 跑到柬埔寨拍攝被綁架的造假影片 遭當地警方揭穿丟臉丟到國外 火速判刑兩年罰款四百萬瑞爾 約台幣三萬 今天在總理紅馬內出席活動時 更受度砲轟晚安小姬 也成為這起爭議中發生的最高層級 他在演說中提到台灣網紅為了點擊率和更多的粉絲 選擇在柬埔寨拍攝被綁架的造假影片 嚴重破壞國家生育和形象 絕不寬恕他們的行為也已經判刑入獄 更提到這次事件有人出面干預 想要讓兩人獲釋 理由是他們有年邁的母親生病住院 需要他們回國照顧 雖然有人在干預 仍無法原諒 現在就有網友試圖推測 晚安小姬和同夥阿鬧兩年的獄中生活 外界曾傳出當地監獄 環境惡劣 人滿為患 但有人找到西岡省監獄照片 獸行人穿著橘色編號求服 旁邊還有佛像和僧侶 看起來更像是出家修行 至於總理說的干預是什麼意思 知情人是猜測或許兩人都有找律師協助 母親生病的悲情牌 可能只是法庭上的一種攻防 但畢竟這招台灣才有用 看在總理眼中也許就是干預的一種 TVB月宣綜號報導 好 為了流量不擇手段 現在晚安小姬翻車了 我們線上也有朋友說晚安小姬真的GG了 那也有人認為說 這真的是會影響到我們的形象 像是潘志雄就說這丟臉丟到柬埔寨 但究竟他會付出什麼樣相應的刑責 還竟動到了柬埔寨的國家領導人 我們今天社會大搜查線就邀請星燕跟我們一同來觀察 星燕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星燕我們可以看到呢 小姬這次的事件他們的總理就說 其實不值得同情 就算搬出了生病的母親也是一樣的 而現在除了兩年的徒刑之外 他們恐怕還得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了 沒錯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天天 基本上大家最近可能打開電視 其實幾天幾天都是在講晚安小姬 對 然後今天的最新消息就是 今天下午的時候就傳出說 喔 這晚安小姬他們就是現在就是開始 就是可能就是 哀兵政策 對 哀兵政策 就跟很多犯錯 或者是有犯刑的犯人是一樣的 就開始說 喔 我媽媽生重病啊 我需要回去就是照顧她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總理其實講的蠻有道理的 沒錯 他就說 如果媽媽生病 那你應該要待在家 對 然後甚至還有用說他們是不孝子 根本就沒有待在就是待在台灣好好照顧她的媽媽這樣子 那麼所以就是他們現在就是被判兩年嘛 然後就是在各罰這個400萬的Rail 差不多是台幣的3萬1000元左右 沒錯 對 然後他們現在還被說就是他們要就是判刑之後呢 是因為台灣跟柬埔寨是完全沒有就是司法的互助 對 然後台灣在那邊也沒有相關的就駐外的這個單位 所以他們是判完刑服務完刑之後 會被驱逐出境 而且是連黑名單 那大家就有在網路上就是有分析說 為什麼他們這次總理會這麼的生氣 對 就是因為他們過去這邊可以看到 過去其實也有發生過類似的這個案子 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有一個大陸的男子 他就到了這個柬埔寨那邊去工作 但是呢 就是他其實就跟 大家過去知道那種高薪引用你去工作是一樣的 然後他就說喔 我去工作之後呢 我就原來才知道說原來那邊是一個詐騙集團的這個工作的方式 然後他說他自己還被放血賣錢 聽起來很可怕 對 被輪為險奴 所以大家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慌張說喔 原來節目在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很慌張很慌張 沒有想到節目在當地的政府他們經過調查之後才發現說喔 原來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對於他們的形象來說已經造成傷害 就跟這次其實是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他們的總理才會這麼生氣 確實喔 其實不管是今天是他們的現任總理出面發話 說媽媽生病不待在台灣 你跑到柬埔寨詆毀別人的國家做什麼 同時過去顯奴的事件也讓柬埔寨的國家形象重創 所以不外乎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事件在網路上發酵之後 柬埔寨當局處理的非常的明快 就要挽回我們他們的國家的幸運 不過這同時呢 他們的行為是否也會代表台灣 讓柬埔寨對台灣的印象變得更差呢 值得大家好好的來深思喔 而透過這樣用騙的 框造的行為來騙流量真的不可取 剛剛星葉有提到他們準備被關兩年之後變黑名單 然後驅逐出境不能再入境了 但是網紅Toys同時他也表示 他認為這兩個人進去之後 要從柬埔寨的監獄完好的出來 會很困難 嗯我們按照這個Toys他自己的說法啦 他其實是覺得說 OK你這兩個是外國人 然後你在 在我我可能就是他說他 他覺得他進去這兩個是外國人 而且呢這兩個外國人去 還是是詆毀了柬埔寨的形象 他覺得你們語言不通 然後你又詆毀別人國家的形象 那你可能進去容易 那你出來可能很難 就得罪了柬埔寨還想跑的概念 就是他覺得說會被特殊的好好照顧 對然後還有另外就是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幫大家有稍微找到說 在這個清邁有一個像是部落客的這個 部落客他就在這個他的臉書上面 有特別的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他說柬埔寨的這個監獄 他其實惡劣是名列前嗎 包括說他的電力不 電力不穩啦 人滿為患啊 就是說很擠啦 大家就是要可能跟隔壁都很貼著睡覺啦 或者是說水質很差就說你用那個水洗澡 有可能造成說你皮膚可能會不好 或者說是他有可能好像還聽說 有人曾經就是拿基石來當這個監獄裡面的食物 對然後他覺得說OK 他的看法其實跟Torys蠻像的 他就覺得說你兩個外國人 你來詆毀別人國家的形象 然後你現在被抓進這個監獄 因為有網友說 就是因為他們是在西港進入這個凱博園區 所以他們最有可能會被關在西港的這個園區裡面 他覺得說OK 那個監獄他們大概就上去看那個照片 然後就說OK 他們看進去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網紅就分析說 嗯 那你們就是可能就是進去之後 也會被特殊照顧 呼籲說家屬要給他 近期的會前到監獄裡面 好好打點一下 對讓他可以就是好好的 就是可以讓他行期可以好好的完善出來 但是呢也有網友就是翻到 我們在看一下照片 就是有網友翻到說 哎他們之前這個西港這個監獄裡面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裡頭監獄的照片 就剛剛新聞其實也有說 其實他們覺得網友說 其實比較像是出家修行的感覺 就要用佛法來教化這些事情 對就是讓他們看看是心裡會不會受到淨化 然後就是說哎 那就是不要讓他們就是 在那麼多奇奇怪怪的想法什麼的 所以他說其實沒有大家想那麼可怕啦 不像說是什麼黑道啊 裡面都是黑道會被這樣子好好的照顧這樣子 所以其實今天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到 為了流量不擇手段 甚至這樣子造假 雖然呢流量獲得是意識的 最後你還是會被社會來好好的教育 不過這一次丟臉丟到柬埔寨了 希望以後類似的事件不要再發生了 謝謝欣宴 其實我們帶觀眾朋友回過頭來關注到的我們政治焦點喔 立法院的朝野協商本來外界來看立法院長韓國瑜到底能不能促成呢 結果沒想到這首場協商破局了 原本他們希望新政院長陳建仁可以到立法院針對食安進行報告來 釐清台中的這個豬肉含有瘦肉精的爭議 不過呢民眾黨是堅持喔 要加開院會做專案報告才行 但是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就覺得不同意 直接在整個議程當中進行就好了 而最後呢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傅崑琦痛批 立法院不是秀場 不要影響2300萬人的權益 沒有食安 沒有真相 再把食安當作主打 因為國民黨團提案要行政院長到立院做食安專報 原本以為朝野協商談好就能拍板 沒想到殺出個陳咬金 食安專案報告可以 我們希望用加開院會的方式 我一開始就這樣子講了 民眾黨拒簽朝野協商結論 除非藍綠能答應加開院會 也就是在本來星期二跟星期五的院會之外 再多加一天做專案報告 加強監督力道 多食安專報的這一件事情 我們是支持的 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我們不希望因此而去影響到 本來立法院他的議程 立法院是一個大家為全民 來爭取權益的地方 不是一個舞蹈場 更不是一個秀場 再一次希望能夠懸崖勒馬 雖然民眾黨別作秀 但還是沒把話說死 因為立法院透露 只要民眾黨在開議院會 早上十點報告事項前 回心轉意 在朝野協商結論簽名 就能在總質詢前 先做實案報告 典民要韓國瑜發揮院長功能 趕快去調和抵耐 因為民進黨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已經沒耐心 院長已經這個就超級沒有效率了 你不知道這樣拐下去 不對 你不知道叫做韓國瑜 好 你只在那裡聽聽一些 說院長沒有定奪大局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不會有交集 面對三黨不過半 朝野協商又分歧 韓國瑜的考驗似乎才要開始 不過地方政府驗出了 台糖豬肉含有瘦肉精 現在民進黨立委就要求 台中市長盧秀燕應該到立法院 來備詢好好說清楚講明白 不過此話一說國民黨立委 也會覺得說這不符合憲政體制法 因為地方首長其實是地方的選民 選出來了也有市議員來進行監督 可是有另外一說 其實憲法也保障立法委員 是可以請相關事件或是相關議題的公務員 或是當事人民選的代表 來國會進行說明的 因此過去這幾天藍綠也出現了攻防 而現在民間也有聲音了 這是嘉義縣的養豬協會的理事長說 一包肉就是這一包肉 中央跟地方都驗出了瘦肉精 他覺得很像切面人的手法 應該要交由檢調來釐清 而面對這豬肉的爭議 從年前炒到年後 盧秀驗出面 他還堅持他一貫的立場 他認為他們不能賭職 如果驗出來一分證據 就說一分的話 台中市實案處驗出台唐梅花豬有瘦肉精西部特羅成分 演變成政治工房 實案處再提供1月15號 機場人員進賣場隨機抽檢豬肉的密錄企畫面 隨機抽樣拍照紀錄 再拿進實驗室來檢驗 但因為全台目前只有這一盒豬肉被驗出了瘦肉精成分 嘉義縣養豬協會理事長甚至用類似千面人事件來形容 我是覺得說這個豬肉的分布不均勻 就像千面人用的手法一樣 他這個假如說把這個食物打進去的話 他還是會不均勻的 是我們這個一個一個強化 他也要求盧秀燕要負請責任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檢驗出來我們必須據實向社會大眾報告 我們不能吃案 農曆年後豬肉需求量減少 市場價格回穩 不過藍綠民代之間的工房卻越演越烈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16號臉書發文 拋出要依憲法要求台中市長盧秀燕到立院備詢 隨後國民黨立委楊瓊英臉書也PO文 批林俊憲書不要讀一半 去翻番憲法解釋 要市長到立院備詢有權責問題 別急著用史安政治操作 林俊憲再回籍 感謝楊瓊英次見 要把他的金句學起來回贈國民黨立委們 那總統也沒有被立委質詢的義務 去做說明會不會覺得是一個政治操作 我不會這樣想 不過我覺得啦 負責檢驗的地縣的人員他最清楚 所以史安處長 衛生局長 主政的執政局長都會說明 台灣豬農堅決反對使用瘦肉筋 儘管嘉義縣養豬協會理事長質疑 全台錦一件驗出西部特羅豬肉 類似簽名人手法 但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的理事長則說 一切要由檢調來釐清 不會貿然認為這是簽名人手法 以免造成消費者更大的恐慌 TVBS新聞許立凡 附定華 洪彩倫 台中台北綜合報導 而立法院明天即將開議 而29號大家要來選各委員會的趙偉了 而趙偉有排定議程主持議事種種的功能性 所以接下來藍綠白三黨他們會如何來競逐呢 而這回不同於上回選立法院龍頭時 大家爭著或者是說大家私下都有在運作 要跟民眾黨合作 這次藍綠白三藩似乎都要走自己的路 而對此民眾黨立委的總召黃國昌則表示 他其實不擔心綠藍不來合作 他也不擔心他們推動的改革法案會受到影響 他說難道民進黨不排審 國民黨也不排審嗎 記者會議結束立刻前往立院朝野協商避免遲到 20號立院開議 29號將進行趙偉選舉 過去藍綠都曾跟民眾黨合作 這次兩大黨反而不再攜手民眾黨搶趙偉 前幾個會期民眾黨都曾分別跟藍綠合作取得招偉 這一屆國民黨加五黨籍共54位立委 民進黨51位 估計在八個委員會各自能搶下一席招偉 民眾黨這一次不爭取 未來沒了排安全 恐怕影響自身要推的法案 那就要考驗國民兩大黨在各個委員會招偉 他們的政治智慧 以及他們對於民意的負責 國會改革的法案排不排得上去 民進黨如果不想排 難道中國國民黨招偉也不排嗎 有辦法對台灣社會交代嗎 不擔心要推動的改革法案會卡關 黃國昌把球丟給國民兩黨在喊話 跟藍營聯手法案這一點沒改變 只是說好這星期要談去拜訪國民黨團 我相信這個禮拜或許應該會有個結果 這個我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我們都跟國民黨團有保持相當的聯絡 跟另外一個大的在野黨 中國國民黨在法案上面的合作 絕對是有必要性 什麼時候拜訪還沒個譜 既然沒有加入藍綠招偉爭奪戰 民眾黨把重心放在法案率先釋出善意 依舊還在等國民黨接上線 而民眾黨今天黨團也傳出震撼的消息 原任發言人兼黨團副主任的楊寶貞傳出請辭 不過他今天下午出面澄清的時候 他說雖然把黨務都辭了 可是他自己還是民眾黨的黨員 說著說著忍不住淚崩 而外界好奇的是做得好好的 而且也拼過了總統大學 現在立委的行事也大有掌獲 民眾黨正是用人之際 為何昔日的戰將現在宣布要請辭呢 難道是跟黨內的內鬥有關 還是陳志漢現在接了主任 所以他倍感冷落呢 不過楊寶貞對此 他心中的想法也在下午一一細數 他說謝謝過去科主席對他的照顧 也很感謝陳志漢接過主任這樣的職位 也接過文宣的職務 他都駁斥了以上的說法 但講著講著就哭了 感謝科主席跟民眾黨的栽培 原本搶忍了淚水還是不爭氣的流下 推別呆了四年的民眾黨 黨發言人兼黨團副主任楊寶貞 講到一把鼻涕一把淚 就是我是一張白紙的情況下 但民眾黨卻那麼的信任我 然後 讓我一來就可以直接當發言人 然後我一張人當了四年多 這個決定對我來說也偵查了非常的久 那最後還是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楊寶貞直說捨不得 但就在立院成為主戰場之際 斷然決定離開打算去進修 時間點剛好又在新任黨團主任 陳志涵到職時就傳出是因為 黨主席柯文哲比較偏愛陳志涵 懷疑又跟內鬥有關 相信大家可能會有很多的揣測 但我真的就是不是大家所說 什麼內鬥或什麼的 我其實應該要感謝志涵才對 他可以把文宣的業務 把他接手過去做 那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有放下一顆大石頭 這個就是很容易會有這種見縫插針 我們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如果說他真的休息好了 也期待他可以回到團隊 兩位當事人都否認 只是楊寶貞一走 恐怕也打亂民眾黨議員佈局 目前預定接新聞部主任的吳宜萱 持續經營台北中正萬華 前新竹市府發言人徐千晴 回黨中央後 有意投入雙北議員選舉 楊寶貞曾參選台北松信議員 也以為2026不排除再戰 假設說黨內有人希望可以先去經營 松信這個選區的話 可以先去做經營 就不用先太考慮我 未來好不管要不要繼續重振 或是有可能會轉到其他的產業 其實我現在並沒有一個 非常明確的一個想法 楊寶貞撇開政壇風雨 暫時登出 或許未來還能在江湖再見 民眾黨目前還在進行人事的 整體佈局跟調整當中 並且也展望接下來的地方選舉了 而TVBS還有新文化重點 會持續為大家掌握政壇的脈動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現在坐計程車都會跳表按里程收費 不過有消費者在台中殺戮 搭計程車大約是1.6公里的路程 卻備收了170塊錢 那麼這名女乘客也據理力爭 她說為什麼沒有照跳表收費呢 不過這司機也漸漸有詞 她說我們地方的老司機都是這樣的 至於170 我們這裡就是這個價格 就是太一樣 不可能 女子拍影片直擊台中殺戮火車站 小黃不跳表而是用罕假的 小黃問獎說在地老司機都是用罕假 但當事人不服氣 認為1.6公里的路程 怎麼會收到170塊這麼多 小黃問獎態度強硬 當事人放棄爭吵 索性不搭車 影片最後他強調有打1999市民熱線 向台中市府投訴 基本上是不太合理 這又跳成 可是我可能就選擇不要搭了 時機回到殺戮火車站 小黃問獎被問到 都強調沒有人用罕假的 對於影片只說一概不清楚 場都是會跳表的 會啊 會啊 影片播放後 引來不少民眾熱議 有人認為既不是過年時間 也不是特殊連假 更不是風景區 本來就應該要跳表收費 規定說旅程 我坐到哪邊多少錢 就固定 台中市府說有接貨民眾報案 跟警方聯繫後 調查如果真的有小黃 是用罕假的 而不是跳表計價 最終可以開罰9千塊 到9萬塊的罰款 TVBS新聞 許立凡 許又翔 台中市場報導 好 計程車不跳表 現在可能會面臨 台中市政府的稽查 跟財閥9千到9萬塊錢的代價 可真不小 而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 關注的也是 行的安全方面的議題了 在宜蘭羅東這處鬧區的路口 紅綠丹居然會從天而降 差一點就要砸到路過的騎士了 而相關單位趕緊上去搶修 一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排除了故障跟危險 那麼根據了解 很有可能是因為風吹日曬雨林 導致紅綠燈的塑膠連接處的材質脆化 才會導致掉落 未來他們會加強巡邏 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一個巨大聲響有東西從天而降 摔落地面的瞬間碎片四處噴漸 當下剛好有一名騎士要經過 真的只要稍微加快油門 可能就命中了 抬頭一看是紅綠燈 騎士真的看傻眼紛紛繞過去 一名熱心的外送員把車停在一旁 左看右看想釐清到底怎麼掉下來的 真的好危險還是先移到旁邊 宜蘭羅東鎮明泉路與中正路口 就在羅東夜市旁邊 車流量相當大又常常塞車 結果17號早上10點多 紅綠燈竟然硬生墜落 老舊的燈箱它是屬於PC的材質 有脆化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一個小時內 就是把它立即做修復 澄清每半年會巡查 但因為耗製處於高處 會先以牧室來判斷是否需維修 如果接獲民眾反映也會加強巡查 3月開始改成3個月一次 後續已經更換成比較堅固的 鋁合金材質 也會針對轄區 所有比較老舊的燈箱座 全面清查 每天上路最重要的耗製 竟然差點害人受傷 難道民眾出個門 也得提心吊膽 TBS新聞簡大成員生們宜蘭 採訪報導 而新竹線的西濱公路道路 非常的比直車流量 在深夜時不大 導致很多飆車族都會來這競速 而巨大轟鳴的引擎聲響 讓附近的居民根本沒辦法睡好覺 警方雖然屢屢取定 但還是會有飆車族來競速 而警方也呼籲用戶附近的住戶 他們可以來拍照搜證 後面來舉報 結果沒想到這天 住戶在搜證的過程當中 這一些歧視 心聲不滿 上前理論 雙方差一點就升級為暴力衝突 飆車仔很嗆 甚至做事要打人 引發衝突的住戶 只是受不了 長期被飆車族噪音干擾 必須自我搜證 轟隆隆引擎聲響稱 寧靜的郊區夜晚 就在新竹縣 新楓鄉 新濱公路上 本來一點到四五點 都會出現大批的飆車族聚集 長期吵的居民無法睡覺 以前的是飆車 他們現在已經是類似暴走租了 那我們也覺得 如果你今天正想飆車 你去找其他地方 沒有住戶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已經長期都沒有辦法睡覺 當地居民更指出 飆車組會以合法掩護非法 干擾警方取締 沒有改裝的車子 或者是比較沒有大問題的車子 就去慢速的夾在警車旁邊 然後警察 警察不可能去衝撞他們 然後他們在那個時間點 那其他車子就逃算掉 但是相對的警察驅離之後 他們可能會混個一兩個小時 又回到這邊來 18號凌晨飆車族又來 警方獲報之後 立刻趕赴現場 除攔查交往違規 取締26件外 經調閱監視器 以掌握特定對象 將持續追查群聚違架車輛 涉及交往違規部分 將依法舉發 警方執法但是飆車噪音 沒完沒了 當地居民只希望有個辦法 能徹底驅散飆車族 還給他們應有的安靜睡眠 TVB新聞 陳世銘新竹採訪報導 而桃園機場的國門變成街友的家嗎 有民眾募集呢 在24小時的餐廳區 或者是觀景台美食街 都會有街友把行李放在這兒 甚至就地休息 覺得是不是有礙觀瞻 甚至會影響到其他國外旅客 對於國家的觀感呢 而我們詢問了當地的親戚人員 他說由於這些機友也是在這休息 也不會做出其他危害旅客安全 或是打擾的舉動 他們原則上是不會進行驅離的 石鍋的容器就這樣擺在窗戶邊 甚至把這裡當自己家 東西堆著到頭糊糊打水 不過這裡就在機場 許多人進進出出 就怕會造成旅客及人員困擾 日小民眾反映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裡面的觀景台和餐廳座位區 有街友在這徘徊 街友會用行李帳位 白天在附近閒晃 晚上就進來睡覺 雖然他們會在這過夜 但因為沒有打擾到其他人 因此機場人員也不會特別驅趕 沒找到人其實是蠻差的 六一兩邊到四還可以接受 只是這裡24小時開放 會有許多旅客出入 畢竟機場是國家的大門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觀感問題 TVBS新聞林坠藍亭 桃園情報報導 而國際間焦點帶您關注到 現在烏二戰場上面 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烏克蘭他們重要 原本在他們手中的戰略城市 阿弗迪夫卡被俄羅斯攻下了 而俄軍攻下之后 隨即就在這座城鎮 四處的插旗宣示 擁有著的主權 而根據了解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也在戰事失利的當下 跟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他表示由於西方的援助遲遲不到位 他們為了節省彈藥 只能讓烏軍往後撤 所以現在他們是急需要西方的援助的 插著俄羅斯國旗的坦克高速標尺 一路使勁 他們宣布奪下烏東戰略大臣阿夫迪夫卡 俄軍甚至在千窗百孔的大樓上 插旗耀武揚威 宣布百分之百控制住這座城市 俄羅斯軍方還釋出空拍夜視鏡影像 烏軍部隊從阿夫迪夫卡撤出的畫面 由於嚴重缺彈又敵不過敵軍的人海戰術 烏軍為了避免被圍剿 被迫從前線撤退 軍事專家說烏克蘭選擇撤軍 其實有戰略考量 放棄阿夫迪夫卡就是為了要節省 但要保住士兵的性命 也是在告訴西方這就是缺乏軍員所帶來的損失 烏克蘭警告 現在俄軍企圖往阿夫迪夫卡以西繼續推進 然後他看了美國議員 俄羅斯不到一個月就要舉行大選 普京的主要政敵納瓦尼又被除去 普京會採取的手段恐怕會越來越大膽 TVB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現在普京是不是也面對了很大很大的道德壓力 俄羅斯知名的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他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被普京政權移到了北極圈的黑域 現在傳出猝死 不過國際社會呢 面對於到底是猝死 還是蓄意的政治性謀殺 有諸多的猜測 而納瓦尼的遺孀有利也在社群平台發文 他進一步表示他跟納瓦尼的合意 並且用這張照片來批育他 他愛著他的先生 而現在世界各地呢 有許多地方掀起了反對普京的抗議 認為他們關押納瓦尼的行為違反人權 並且給予他不人道的對待 在精神還有身體上進行壓迫 而過去呢 納瓦尼流亡海外的時候 甚至傳出也曾經被毒殺的事件 而長達三年的監禁過後 現在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黑色布條寫著普京是殺人兇手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促士 反普京運動全球遍地開花 俄羅斯反對派團體暴動小貓 當然沒缺席 各地俄國使館成劍靶 抗議聲沒停過 獻花哀悼不曾間斷 不過俄羅斯甚比得保臨時紀念處卻 遭到破壞 兩名男子手拿黑色垃圾袋 不斷把鮮花往裡頭丟 儘管如此 還是有民眾趁兩人離開後 立刻上前獻花 即便在莫斯科也有人無懼當局追捕 上街表達哀悼之意 納瓦尼妻子優莉亞 更首度在社群平台發文 PO出與納瓦尼的合影 寫下我愛你 一句話道盡思念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在納瓦尼逝世後立刻發出聲明 戈貝木吉現身納瓦尼臨時紀念碑致疫 納瓦尼俗世遺體還留在薩列哈德的醫院內 根據韓聯社報導 遺體上疑似出現不明欲清 納瓦尼死因沉迷 俄羅斯當局堅持不肯歸款遺體還要調查 但越是遮掩越是欲蓋迷彰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全球現在呢 部分的城市跟地區出現了反普清的運動 而對於俄羅斯國內還有今年的俄羅斯總統選舉 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跟影響 反對待領袖納瓦尼之死 也值得大家好好去深思還有關注 在這個極權的國家當中能擁有人權還有選擇的自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其實我們帶觀眾朋友關注一下轉換一下心情 看一下美國NBA的明星賽 這是由東西兩區的明星球員彼此對抗 而這也是睽違疫情之後 好不容易可以見到這樣的全明星陣容 而最終呢是東區隊以創紀錄的比分211比186 非常誇張的比分喔 宣布他們獲勝 而同時這精彩的賽事也創下了收視率的紀錄 美國NBA明星賽熱鬧登場 大家在打擊中場比賽一開始 東西兩隊就狂進三分球 他一贏 他贏 灌籃也像家常便飯 最後公路隊後衛 Dame Nilla再投進一顆中線三分球 以創紀錄的比分221比186幫東區隊拿下勝利 Dame Nilla總共投進11季三分球獲選為今年的MVP 湖人隊的詹黃LeBron James雖然負傷只上場14分鐘 但他也成為NBA史上第一位 連續20年出展全明星的球星 賽前LeBron James 澄清他沒有要轉隊 但我是Laker 而我最開心 而我最開心在Laker的6年 至於會不會退休 則要看身體狀況 今年的全明星賽 收視率創下四年來新高 平均觀看人數達到460萬人 比去年增加31% 三分球大賽時 觀看人數更是標達540萬人 今年的三分王Stephan Curry 在賽後表示意猶未盡 特別的是今年也是首次出現 WNBA女球星與NBA男球星 同場較勁的畫面 TBS新聞總和報導 而亞洲杯男籃的資格賽 也即將開打了 不過賽前爭議不斷 球迷球員還有這聯盟的主持人 似乎大家都不開心 主要原因是球迷認為 這6000塊錢的最貴票價 是不是太貴了 因為他們橫向比較其他的賽事 認為這價差達到了4倍之多 而同時呢 這一屆的隊長劉真 他也不開心 因為年前的集訓人沒湊齊 而過了一個春節 接下來能夠湊齊多少的參與球員 還是未知數 主要的原因就是 雖然事情已經有各個 跟各個直籃的聯盟 來磋商 可不可以集訓的時間 來避開賽程 但是結果卻是差搶人意 球員湊不齊 劉真在年前就忍不住在臉書上面發文 說這真的是要比賽的球隊嗎 而今天他也出面來澄清 只是覺得球員之間平常沒合作 要透過集訓的時間來熟悉彼此才對 台灣英格 高大球員站上台亮相 亞洲杯南籃資格賽2月22號開打 中華隊首戰將對上紐西蘭 只不過比賽前票價先惹出了爭議 因為最貴要6000元 有民眾拿來跟2018世界杯亞洲區資格賽做比較 當時最貴票價1500元 說現在足足是4倍的價錢 不少球迷炮轟是把他們當盤子嗎 藍球協會出面滅火表示 因為先前沒有特區考量到成本 深思熟慮才會訂出這樣的價格 只是亞洲杯爭議不止這一項 主持人終於兩字或許說出 中華隊長劉真的無奈 因為他先前發文表示 很納悶這真的是一支準備要比賽的球隊嗎 訓練只剩六七個人 像是臨時組湊有意願的人去打這個比賽 更說人不齊真的難以磨合 沒有其實我們球隊的向心力一直都沒有問題 對啊只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聊 更了解彼此 劉真坦言短時間搭配有難度 尤其對手都是非常強勁的 他們將會用最後短短時間 卯足全力去準備應戰 絕對不是沒有保險 不是沒有保險 我們有保險 那已經保了 面對失能險保險證 易張陳中聯說好幾次曾經 是投保上線未能滿足球員 未來將會持續溝通 據還有球迷關心的陣容 這次上市林秉勝 尤愛哲 林信歡等13人都入列 但是規劃球員阿提諾因為續約問題無法參賽 而得分漢將阿巴西則是因為傷勢不能參加 少了這兩人恐怕對中華隊來說 更大的挑戰還在後頭 TVBS新聞林鄭黃凱敬台北參報道 謝謝 而另外一方面呢 今年可以說是AI運用的爆發元年 很多人也很擔心 萬一AI什麼都會 那人的價值跟工作是否都會被取代呢 就來聽聽黃仁勳最新在杜拜的 2024世界政府高峰會 為大家來指點明星了 他說其實這個AI的發展 不只是在運算還有圖像生成方面的進展 要在地化專門化 針對複雜又具有影響力的生命科學 這個領域 AI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 他認為工程化的生命科學 應該會成為下一代人的學習目標 出席杜拜2024世界政府峰會 美國AI繪圖晶片龍頭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認為人工智慧的發展 應該要因地質疑 但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成熟 未來編寫程式將越來越自動化與簡化 因此黃仁勳認為 未來不再是需要學習電腦的時代 未來的方向應該放在生命科學 因為IT基礎設施 晶片每一年都會更新 但生命科學的進展卻很緩慢 預估未來朝生命工程發展 可說是潛力無限 就像英國國王查爾斯 離癌的消息一出 也發現有越來越多以AI輔助 早期檢測癌症的最新技術 各國政府更是積極鼓勵發展AI產業 微軟總裁史密斯上週就在德國宣布 未來將在德國投資32億歐元 約台幣1078億元 專注發展人工智慧 德國總理肖茲也表示 有了AI產業的加持 對德國的經濟發展充滿信心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黃仁勳的這期話 大家不曉得會如何解讀呢 像是X-Man說黃仁勳的話 顯然不是對大眾說的 是對生命科學儀器製造商說的 不過他也許的時候 點出了未來可能會 AI大為運用的一個方向 那麼就是生命科學領域了 所以未來我們的生活 可能處處減少不了的 就是運算的算力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現在到底哪一些學校 培養出來的畢業生 會受到業界的侵賴呢 今年最新的調查結果出來了 2024年大企業最愛的大學生 排行榜 再度由南部的成功大學蟬聯第一 其次是台灣大學 還有清華大學 而以人文社科著稱的 政治大學名列第四名 再來是陽明交通大學 而很多職場新鮮人也別洩氣 因為人格特質 還有後續發展的潛力 也是企業關注的焦點 教室內老師授課給予專業知識 學生們在台下專心聽掌 要吸收成自己的養分 應用在未來 不過在職場上出入社會的新鮮人 給企業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畢業的學校 對於企業而言 也有愛用的學校排行榜 大家都知道台科大在科大中是排行第一 那更不用說我自己就讀的科系是電機系 那是台科大的分數最高分的科系 那我當然是別無選擇 也不是說別無選擇 就是毫不猶豫的就可以選擇台科大就讀 根據雜誌公布的2024年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台科大排名第六名 而第一名則是由多次奪冠的成功大學 再次拿下 依序是台灣大學 清華大學 政治大學 陽明交通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中山大學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等位居前10名 在業界口碑穩定 不會太過於這個所謂的激進偏激 比較處於這個保守穩健的一些 學風的一個國立大學 會是比較多這個企業愛用的 那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說 如果企業覺得這些大學 本身在求學四年之中 有比較鼓勵學生有建教合作 或者是考一些這個技能證照的這個學校 也會是比較進入這種企業愛用的 這個大學名單當中 我是在碩士的時候 同時有接觸了三間實習公司 就是有持續的去探索一下說 其實自己要的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比較像是說我們在課場上面去摸 自己去做一個簡單的site project 那在碩士期間我們是 就像剛剛副教長講 說我們其實非常多的產學案 那我們可以去透過產學的時候 去用業界的角度去回來看說 我們學習的東西實不實用 細看各大產業最愛的前五名當中 以人文社科著稱的政治大學 要上高科技服務業最愛第三名 東吳大學則基深金融業最愛的前五 是各大產業榜單當中唯一的私立大學 企業最愛的大學生調查 縱觀前三十名有十間都是技職體系的學校 而更勝於私立普大的八間 其實這個比例也創下了三年之高 技職體系過去在台灣並不吃傷 但實際上在業界排名卻都有提升 公立技職由台灣科技大學拿下冠軍 接續是台北科技大學 高雄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以及胡偉科技大學 台科大或者是技職的同學 我想我們強調說我們勇於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做著談是一回事 但是真正的動手去把問題解決 這是一回事 我相信我們技職同學 都是這樣的一個訓練上來的 跟其他的普通大學或者是頂大 不一樣的是說像台科大 我們跟企業界採取合作是非常非常的活躍 雖然學校名聲響亮是一大優點 但48.4%的企業人資主管也認同 評估求職者時工作四年內學歷 將不再具有加分作用 顯示學歷有一定的保鮮期 人格特質潛力更是關鍵 而夢幻企業當中 護國神山台積電拿下十連霸也不意外 當然不可否認的 如果除了是這種上市櫃的這種龍頭企業之外 如果每年有比較突出的 這種年終獎金的一個報導 或者是說企業形象比較貼近 這種工作跟生活比較平衡的話 可能都比較容易進入這種 夢幻跳槽的名單當中 那在環通產業部分可能波動比較大 有時候可能是在景氣特別好的時候 有些這種海運業或是航空業 要成為夢幻企業的五大特質 包含公司願意和員工分享獲利 以及生活與工作平衡 文化開放 制度完善 重視員工的學習成長 職場上本來就很現實 企業挑人才 求職者心中也有自己的標準 TVBS新聞和這樣一些單詞推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